刚刚不久之前,美国疾控中心CDC出了一份报告 第一次说到美国境内的breakthrough cases 即是说打完疫苗之后,都仍然受到COVID感染的数字 这个大家都值得留意一下 说回什么是breakthrough cases 其实就是指一些打完疫苗仍然受感染的人 在美国,主要大家都知道是打Modernal Pfizer疫苗Biontech疫苗最多 亦都开始打了几百万剂的Johnson & Johnson疫苗 所以这个breakthrough case 就是打完疫苗之后仍然受感染的定义 就是打完两针的Pfizer,Biontech或者Modernal疫苗之后 或者打了一针的Johnson & Johnson疫苗之后 Johnson & Johnson疫苗只打了一针 两个星期 等疫苗的免疫效果出来 之后都仍然受感染的 这就为之breakthrough case 大家听到这些消息 当然就很担心很紧张 大家可能在一些头条 新闻那些都看得到 大家的传媒的报道 就是说打了疫苗之后仍然受感染 疫苗有没有效果价什么什么 那大家冷静一点 那我们细心点看看这个问题 究竟是怎样的 到4月13日为止 在美国境内 总共有5814宗breakthrough case 就是说打了疫苗 打齐了都仍然受感染的 那这5800多人里面 45%的人都是大过60岁的 那里面细分breakdown之后 其实5800多人里面 有1600多 即是差不多1700人 是没有病征的 就是说就是这样测试测出来的 那里面有396人 需要住院 需要入院的 最终有74人是死亡的 那你说怎样加起来都不够5800多 那这里是有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 就没有写录例的 那比如一些人可能有病征 就没有住院的嘛 那另外呢 就这些 这几个数字 比如1700 就是1600多 390多 70多 是有些overlap的 就是说 这396个住院的人里面 有部分其实是没有病征的 那住院呢 是因为其他因素住院 不是因为COVID住院的 那同样道理 就是死亡的人数里面 虽然有74个人死亡 但是呢 譬如中间有9个 是无病征感染来的 那你说为何死了呢 那他死的原因呢 是因为其他原因 不是因为COVID的 但是因为 他也是breakthrough case 就是说呢 他也是打了疫苗之后感染 所以就算下去而已 不是所有人入院和死亡 都是因为COVID的 那看到这里 大家也都很担心了 哇 就是打完疫苗 都有5000多人 啊 就是受感染啊 都有breakthrough的话 喂 那疫苗 是不是真的有效的 打不打好啊 那这样 大家呢 就凡真看这些数字呢 就要冷静点 要看一看这个墳墓是什么呢 究竟多少人打了疫苗之后 还有5000多人受感染呢 去看看墳墓 那墳墓呢 就是说截至 4月13日为止 在美国呢 有7500万人 是打了疫苗 打齐了的 就是fullly vaccinated 就是说打了两针 Pfizer Barentek 或者Moderna 或者打了一针的Johnson & Johnson 总共有7500万人 即是说7500万人里面 就有5814人 都仍然受感染 这样的 其实就相当之少了 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我其实都算了少少数出来的 简单说就是说 如果 有1万人打完疫苗的话 1万人这1万人里面 只有少过一个人 就最终都会 被新冠病毒感染的 就是breakthrough case 就每1万人都没有1个 每1万人打齐疫苗 里面都少过一个人 最终会受感染的 这个机会相当之低 至于死亡的个案又怎样呢 如果有100万人打齐了疫苗之后 打齐了之后 就会不够一个人最终会感染COVID 并且死亡的 这样 所以机会率其实是极端极端之低 每100万人打齐了疫苗之后 少过一个人最终会感染COVID 并且死亡的 还有些人就不太理解这些数字的 他就觉得打完疫苗都受感染解不打了 不是这样想的 因为没有疫苗是100%的 大家都知道 就像这些 Vizor、Moderna、Ibantech的疫苗 它通常都是九十多个percent 相当之高 但是还有几个percent的人 打完之后 都仍然有breakthrough 都仍然会有受感染 不出奇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这些人 很少会真的要入医院 和很少死亡 实际你都看得出的数字 其实入院死亡的个案 是相当之少的 breakthrough是一定有的 因为没有疫苗的100% 总有那几个percent的人 打完疫苗都仍然受感染的 原因就其实 几方面 第一方面又好在乎那个人 本身的抵抗力好不好 比如大家看到 45%的breakthrough case 打完疫苗都受感染的人 都是60岁以上 大家知道老人家的抵抗力 一定会差一点点 当然有些 本身已经有 免疫系统病的人 抵抗力本身已经差的人 即使打了疫苗 它产生的保护 就不是那么足够 所以都仍然有机会breakthrough 仍然有受感染 第二方面 重要的又好在乎 究竟 是不是多那些 variant 那些变种病毒 大家都知道 变种病毒 疫苗很多时 对付它的能力 比较减低了 不是对付不了 不过 能力 没有那么强 所以 疫苗未必能完全 阻止这些感染 都仍然有机会breakthrough 第三点 就是在乎你用疫苗 多有效 即是你用疫苗 有效率越高 当然 breakthrough的机会 就会越来越少 如果你要用疫苗 效果比较差 当然最终 感染病毒的机会 仍然是比较高 所以总结一句 虽然我们 是没有办法完全 排除 breakthrough case 永远都会 有些人 打完疫苗 之后仍然 受感染 甚至死亡 但是 so far 来说 以现在 我们看到常用的疫苗 Planet 福必泰 Visor Moderna 疫苗 或者Johnson Johnson 疫苗 如果你全部打齐 保护效果 是相当相当之高的 大家就不用担心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